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穷店,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世界末日的电影我们介绍过很多了 天灾人或这个没有办法 但人为导致的末日其实也是很多的 而今天这部机器人9号 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 因为结局让很多人有点不太能接受 故事的背景是在某个时间点 人类已经基本灭绝了 而灭绝的根本原因是一位老科学家 制造了一台巨无霸的机器人 并转移了自己的智慧给他 本来这应该是好事 机器人为人所用 可是因为只有智慧的机器人无法判断善恶 被政府拿去制造武器 最终被邪恶和杀戮所控制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巨无霸的机器人 制造了大量其他类型的机器人 然后向全世界释放了毒气 而他制造的任何一个机器人都听命于他 在机器的强大力量之下 人类完全无力回天 这就是电影的起因 但这一切也是因为老科学家所引起的 他忘了 只有智慧的机器人其实并不完整 所以为了终结这个可怕的机器人 让地球回归有生命的状态 他并用自己的灵魂制造了九个不偶机器人 来拯救走向灭亡的地球 而故事也是从第九号机器人醒来的视角展开了 刚醒来的九号并不明白世界发生了什么 但他看到了残破不堪的世界 而自己因为没有真正的玩弓 缺个发生的装置 所以说不出话 之后九号离开了房间 在一片花园的世界 他遇到了二号 二号说我们等你很久了 并帮助他装上了发生的部件 可惜没多久 巨无霸机器人制造的小兵 总是在搜寻着活物 而二号为了保护九号 最终被那个小兵抓走了 九号自己也是受伤颇重 昏迷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被心灵手巧的独眼五号给救了 他看起来很有伤 但是没多久 出现了一号和八号 让九号变得守足无措 因为一号是一个固执且保守的老家伙 也喜欢权力 而八号更是为命是从 是一个力大无比脑袋简单的机器人 当然也从一号口中 我们更加详细了解 关于人类被毁灭的事情 当时毒气炸弹爆发的时候 几个小机器人也在逃跑 而五号在逃跑的过程中 眼睛被炸毁了一个 还是因为二号救了他 但终究毒气杀死了所有的人类 而他们也被一只可怕的怪物追捕着 就是那只巨无霸机器人 一号之所以说这么多 就是为了让九号放弃 营救甚至出去的想法 直到现在二三四七号机器人全部失踪了 现在躲在这里的 仅有一五六八九 而六号是一个能绘制各种图案 颇有艺术天分的机器人 不过此时的九号 还是想要去救二号 最终他说服了五号 一起前往那个可怕的机器工厂 虽然发现了二号机器人 但终究还是被小兵发现了 就在上个机器人即将被干掉之际 七号出现了 这是一个敏捷身手的女机器人 却不曾想因为最初九号机器人身上了一个装置 让他意外唤醒了那个巨无霸机器人 二号推开了九号 却导致自己的灵魂被吸入了机器内 自此巨无霸机器人被唤醒了 二号生雨 剩下的五七九三个机器人 显知又显得逃了出来 但也发现了巨无霸机器人要重新运作加工厂 他要继续制造机器人 也是在回去的途中 他们去找了曾经的双胞胎 三四号 这两个机器人是一对双胞胎 博学多彩 但有些党小 因为九号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唤醒了一个什么 也是通过三四号 他们才知道 这是最初毁灭世界的罪魁祸首 但现在他们能做什么呢 而最初开启巨无霸机器人上面的图案又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他们准备回到最初的地方询问六号 因为他经常画的就是这些 但回到原来的地方 却被一号强烈的指着 说自从九号来了 各种坏事都接踵而至 甚至巨无霸机器人创造出的飞行小兵都杀到了家门口 经过一番搏斗后 好不容易干掉了他 但是天空上的另外一个小兵出现了 其实一直监控着他们 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 九号带领着大家一步步解开谜题 他们存在的意思是什么 而他们又是怎么来的 但拥有智慧的巨无霸机器人 用二号的身体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怪物 迷惑了其他几个机器人 先是八号 然后是一号 还有就是七号 还好九号他们及时发现 救下了一号 不过八号和七号也不知所终了 等九号他们来到工厂这边 八号已经被吸取了灵魂生云 但是七号还没有 还是因为聪明的九号用了点小技车 救下了七号 甚至炸毁了工厂 他们原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巨无霸机器人并没有被消灭 五号被抓生云 逃云过程中被抓也生云了 但是在最后一刻 他告诉九号不能破坏这个机器 让他回到最初的地方 就是科学家创造他的地方 在这个家里 通过科学家留下的影像 九号也知道了 他们创造的意义 而他们是这个世界仅存的人性 也是科学家的灵魂 他们只有和这个仪器联合在一起 才能守护未来 就是最初那个小小的元件 也教会了九号怎么使用 而那个小配件 也叫移魂石 不能破坏掉 但他需要把这个移魂石对准怪物 最终一号牺牲了自己 让九号把这个一切对准怪物 最终怪物被消灭了 九号释放了灵魂 一号 二号 五号 六号 八号 这些灵魂全部出来了 最终活着的只有三世 七九号 而什么是希望呢 天上下起的雨 也许代表了生命的希望 雨水中点点的绿光 不正是如此吗 当全力死了 好奇心牺牲了 充满矛盾的行动停止了 倔强的执行消失了 力大悟闹者不复存在 留下的是存真 求知 勇敢和信念 也是希望 支持本篇所要表达的主旨 越南纸上 人类要活下去 好好地活着 需要怎样的人性支撑 我想懂的人已经懂了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